2014年12月至今 刚速康县爆发腺病毒肺炎 一百多名婴幼儿患病 已出现一名患儿死亡 另有多名患儿病情为重 刚线疾控中心 却一直到2月16日凌晨才通报 并将原因指向阴霾造成污染 文明质疑 当局托延近三个月才公开疫情 草菅人命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监察部 今天在联合官方网站发布公告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自身严重腐败 大肆脉官欲绝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决定给予苏荣开除党籍公职处分 苏荣是前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苏荣落马疑似与周案有关 经期外界一直盛传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双规 新浪微博已禁搜郭伯雄父子 甚至有传言称 郭伯雄案会在过年前后公布 大陆各官方媒体 为此正在筹划储备稿件 在官方正式宣布时派上用场 2012年10月1日 香港南阿岛船案 搭载超过百名乘客 观赏烟火的南阿四号 被渡轮海太号撞成 导致39人死亡 很名船长皆被判刑 一人有期徒刑8年 一人有期徒刑9个月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